花200亿成立的数发部 每年边13亿打炸 钱却像打水漂一样 台湾还是诈骗王国 现在立委还大爆料 明明政府财政困难 数发部租办公室 却只愿意选在台北市的淡黄区 花纳税人的钱毫不手软 立委爆料数发部 2022年7月开始 在台北车站前的 新光大楼租临时办公室 到2023年底租金7000万元 另外还花了3400万大搞装潢 18个月总共花了1.4亿 而且去年租约其慢 数发部已无适合 国有房产力可用为由 又再花209亿许租6年 前部长唐凤甚至还说 这租金比商办便宜 网友狂轰打炸一塌糊涂 还住豪宅 效果这么差实在笑死人 是在豪宅办诈骗比较有用吗 是的话 要不要干脆给你五星级饭店 数发部其实最重要的 在网路上面的管理 非要去有一个非常非常豪华的硬体 数发部真的可以改名叫做花钱部 民进党执政底下没有最扯 只有更扯 成立以来正式没有做半样 打炸也没有任何作为 走了一个藏缝 继续乱花人民辛苦纳税钱 根本就是数位浸汇地在线 立委抛红 数发部拿不出实质政机 却不断消耗人民公堂 花生出国部载道花钱部 原来住豪宅能增进打炸能力 数发部的办公逻辑实在神奇 这是用陈珍采访报道 我是徐国豪 在中视新闻首次坐上主播台 体会到播报新闻所需要的稳健台风 以及掌握突发即时新闻的随机应变 为观众播报最即时的新闻 就是展现专业的时刻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新闻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哦